打成了一個接彎飛球 遭到接殺 這個時候要換代打了 要換上的是陳金鋒 賽前就有提到 這個陳金鋒雖然沒有先發出賽 但是他是可以上去代打 雙方現在是兩分的差距 九局的上半 LAMICO桃園隊進攻 現在換上是陳金鋒 兩成七九打擊率 也有過三發群的打擊 十五個打點 陳金鋒 陳金鋒是腹部的下側的 有些受傷有些不舒服 所以近期是並沒有上場 沒有先發 一出局一點上有林鴻鈺 這時候換代打的來取代 今天沒有玩打的洪成鈺 就要能夠打的話 不會影響的話 那這個時候上來代打 是實際震撼 陳金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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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金鋒在過去的五場的比賽 他的近況 是二十個打出當中 僅出現三支難打 這是陳金鋒的近況 上一場出賽是在五月十號 在桃園面對統一師隊 陳金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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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上去 現在是不是要換代跑 黃毅宗總教練現在突然之間走上來 好像是要換代跑 陳金鋒 沒錯 現在換上三十三號的謝旋任 來接替林鋒玉的跑壘 刚刚有点奇怪说没有换带跑 这个时候最后还是决定要换带跑 打击的是代打的陈金峰 一个好球一个坏球 一出局现在一点上有跑者 球局上半 拉米狗的进攻 讨厌队现在是2比4的路后给向队 还是会放入空 还是一样是用他的诉求 对 这个球如果好好选是坏球 但要打就很困难 明容易在打的时候这几个球都放掉 因为汤马斯上来之后呢 这个球一直都有偏高的情形 当然 以近期曾豪居还有陈金峰的配球上 是以直球比率比较高 对 果然再拿了一个直球 速度也蛮不错的 压得很低 从侧面看起来 并没有太低的一个情况 没有太低的一个情况 两号球两块球 低出局一点上有跑者 带跑的谢宣任 打击的是陈金峰 这一棒把球打成在中间方向 剩余的飞球 中外野手向后退 墙边 解杀出局 挑战中外野最远的四百英尺 差点被陈金峰一棒扛出墙外 但是最后是在墙前面 被中外野手张志豪给解杀出局 这个球打出去蛮有震撼力的 这个球打出去蛮有震撼力的 真的蛮有震撼力的 不断的直球速球的对决 再来看一次 也来听听看现场的声音 已经来到了Walling Track的地方 打得还蛮深远 差一点点一棒了轰成平手 没错 那最后就是在墙边的这个警戒区 被移动范围强大的这个张志豪 给接杀形成两人出局 现在换上是钟晨佑 或连续配诉求 有没有可能是投手今天可能 变化球的状况不是很好 没有啊他主要他的诉求很多的打者跟不上去 那Colose来讲 你汤马斯他对他的诉求是蛮有信心的 加油 所以在对决的方面 尤其Colose方面 也不想夜场梦多了 差不多快点 放得多 是 两好球没有坏球 回放落空 同样再来一个内角快点 是 钟晨佑本季打击率是两成二七 有过两发球的打击 九个打点 刚刚程晨佑这一棒 真的 让现场很多球迷的都 吓了一跳 差点是变成了 双方四比四平手 现在是代打的钟晨佑 本季也有过两支群雷达 一跳 现场撤到了 时速146公里 压在外角 还蛮刁钻的位 一跳 中晨佑 那钟晨佑呢 在职棒生涯面对汤马斯 过去对战的是七个打数 都没有安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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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出局一点上有代跑系军认 来了一个慢的 这个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 右半手追了过去 但已经是就定位了 把这个飞球给接杀出局 三出局结束了在九局上半 Lamigo的最后反攻 这场比赛呢 是两队在今年球季的第十场比赛的交手 最终的比数呢是4比2 相对呢是击败了Lamigo桃圆队